到了星期六, 大家早晨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科技股 先看看昨晚美国市场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这一张是 五分钟图 五分钟图 看到昨晚 科技股的表现 哇, 升得很厉害 很急速地升上来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回升势头 其实这个反弹不是由这里开始 而是由这里开始 几天前 3月25日 开始了 升了一段, 然后急回 再升一段, 创新高 即是创反弹新高 然后再回 留意到, 这里回的幅度 和之前回的幅度 对比之前升的幅度 和之前升的幅度 是回少了 证明是一浪高于一浪 接着这一刻就深一点 再升, 又再升 之前的顶 这个底是没有低过之前的底 确定是一浪高于一浪 那科技股 应该是开始了反弹的机会 很大 我们不是看这么短的 我们看中线情况 中线情况 科技股 因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是主要反映科技股的表现 不是全部 是主要 香港恒生科技指数 全部都反映了科技股表现 这个中期升势 其实是由去年的三月中 就一直开始了 中途去到 九月 八、九月间 就开始有一个 较大型小小的调整 然后再较大型小小的调整 然后再较大型小小的调整 然后再较大型小的调整 这个到十一月 十一月左右 有一个调整 十月下旬 然后再急升 现在又另一个调整 在这些调整的幅度 对比之前的升浪 都很小 现在叫做企稳反弹 那会不会再升上 又或者像之前那样 调整完再创新高 我们看着 不过今次 这个调整幅度的时间 比过往 反映出之前的高位 阻力不轻 看看现在最新 这张是周线图 Weekly 粉蓝色最新的指数 是高于保利家通道中族 是高于保利家通道中族的 SAR 就在它的上面 即是一口一口 RSI 还在50流上 STC %K 是低于%D MACD 就一早就发出了 这个 这个应该叫什么 讯号 先看清楚 牛熊公讯号 已经发出了 牛熊公讯号 如果再跌 就不行 为什么呢 如果再跌的话 绿色就继续向下动 就表示下跌动力大一点 就表示有反弹 没有回升 没有正式回升 这是美国纳斯达克 纵约指数的最新形势 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看看香港的股票 我们经常说 ATMJX ATMJX 是什么 这一张是恒生 科技指数 成分股 所有的 成分股 当然所有的股票 我要去下方看 即是 我只是给了头30个理体 现在我 可以在这里 推上去 就会比较多一点 不过 现在我们先看头30个 1,2,3,4,5,5,7,8,7 那这个选择 这些只有三 sorry 不是看多 因为最多只有30个 我仅给你再看 10 20 30 是30% 我们就要跟市值牌 留意最新的市值 昨日收市伙计 ATMJX A应该是阿里巴巴 不是排第一 就是排第二 T 腾讯 排在第一 现在腾讯超越了阿里巴巴 看到吗? 腾讯是大阿里巴巴 第三,M没变,依然是美团 第四,J是京东集团 现在被新上市的股票快手爬过了 但由于快手交投在香港的交易时间太短 我们不会用来做 亦没有太多数据,支持我们做中线分析 所以我们不说 我们依然是ATMJX 或者MD, sorry TA,MJX TA 叫开ATMJX 第五,依然是小米 X,小米 这个是市值排行 和第一位的腾讯的尺寸差距很远 看看昨天有多远 我们看这个 资金正主动买入 看不看 头5个,第4个 快手 全部都是资金正主动买入 最劲的是2个 一支是17亿的腾讯 第二支是14亿的小米 这两支是昨天数货的主要科技股 买家的对象 如果计算成交 好,金额 腾讯通常是第一位 最多 而第二位也是小米 接着的美团 阿里巴巴也不少 都是70亿过外 再看看昨天升跌的百分率 这五只股票 有四只股票 只剩下阿里巴巴跌 昨天升跌幅度 有5% 有两支 小米6.2% 6.27% 美团5.08% 这两支是升幅 明显点 过去五个交易日 累积的升跌幅 算过去昨天 全部都跌 或者说昨天是一个反弹 跌幅 以美团最大 接着就轮到阿里巴巴 一支是9.3% 一支是7.9% 都是超过5% 創52周身高低 反弹通常都没有 主动买沽比率 全都正常范围 40-60 和60-40 之间 没有什么特别 这支是9-9.41 相对其他四只 就是小米 再看看 这个量比 2.0 也没有 3.0 分析了这五大 科技股层的表现之后 我们看看 另一张图 这一张 ATMJX 和恒生科技指数的表现比较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呢 我们就从2020年 6月18日开始比较 为什么由那天比较呢 因为那天是京东集团 第一日挂牌买卖 如果 你每只股票都买了 一万元 用五万元资本买来 今时今日 未算派息 你的哪支哪支 考虑两秒 你猜一下 答案在这里 原来 期间 科技指数是升了34% 你买科技股 ETF 理论上 你应该赚了34% 但是 如果你买小米 你应该赚了一倍 你买美团 赚了75% 好了 如果我买腾讯和京东 又如何呢 没有跑输大市 轻微 和大市差不多 一只跑输少少 这个腾讯 一只京东集团 又跑输少少 但如果你买了阿里巴巴 便落后 你会落后大市 34.893% 很多 落后很多 期间 日照每一只股票 和指数 何时出现最高位 何时出现最低位 何时出现最低位 在哪位 看了这个表 清楚 你便知道 这段期间 最高位最低位 何时输入 用个表来看,一去到2020年8月,这只跑赢了出来 蓝色,就是小米,开始跑赢了 之前是黏着的,也不是差别很大 其实来到这里,有两只跑赢的,就是小米和粉蓝色的尾团 然后到这里,开始小米飙了出来 然后跟着次序,你看看颜色牌的次序 一路去到这位,没有大分别 但是在这里,小米再发力 这个是2020年12月初,再发力再拋离其他 那当然去到这里,美团也跟着发力 其他三只股票一直追不到 问题到这里,1月4日开始,今年初小米就回落调整 看到吗?到这里,连美团也跟着回落调整 两只一起调整 最近的走势,看到小米开始转强 转强第一位,这段时间 但其实从这段时间开始,他被美团跑赢了 美团是拿了一个冠军的 这五只之中的表现冠军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看完这五个比较之后 这五个股票比较之后 你大概都知道过去的 应该是一年多 一年多,一年多 三个月的情况 作为中性投资者,我们看周善图 六只看 先看阿里巴巴周善图 我用14RSI股票 看一看 第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一、二、三、四、五 全面未淡 即是这个股票阿里巴巴中性 是真的不惜持有的 以这个技术分析角度来看 最低曾经见过 这个星期$214 而之前的低位 是$207.2 这个支持位 四个字 不容有失 否则失手之后就麻烦了 怎麻烦呢 你可以由这个 309.4 跌下来 207.2 大家计算一下 是否100元 100元 反弹上来 最高是270元 粗略计 2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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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100元 即是不够260元 会跌下去 可以见 sorry 100元 不是这样 309 减 最低 200多 即是102 102 不要了 即是 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309.4 309.4 减 这里是207.2 即是102.2 如果一倍计 102.2 由这里计算一下 减270元 就是167.8 没错 是167.8 挺厉害的 167.8 代表什么 这个低位前标 刚刚 167.6 阿里巴巴的中线 不息而持有 说完 A B T T 周线图 先看指标 在保力加通道下面 SAR下面 亦都是全面两档 中线亦都是不息持有 最惨的是 之前升浪高位 633元 跌穿了 第一件事 就是基本上 今天是讲短线 我不是讲短线 看多少 我不跟你讲短线 拨反弹 拨反弹 我觉得有很多股票 会比这5成股票更加 更吸引力 我今天只讲中线 是看下来 580.5元 580.5元 就能守不守得住 反弹 如果要再试 是否守不守得住 反弹 如果要再试 还是能守不守得住 是跌穿了 之前升浪高位 338.2元 暂时最低 274.6元 暂时看下 274.6元 暂时看下 ATM 接下来 J J 就是少些 当然我说过 是由去年的6月18日 才开始上市 所以 图上的交易 记录 是少些 连续五支阴烛 指标 亦都是全面利淡 之前的低位 300元支持 曾经跌穿过 现在站在上面 暂时看上去 暂时看上去 也不是一只好的 中线投资对象 最后 小米 X X小米 嗯 最低 就不是今天 星期 是前两个星期 看到20的路半 即是说 其实这只 五支之中 科技股 龙头五支之中 第一支 开始进行反弹 已经见到 27.3.5 已经去到 即是弹了 上去 力度 是最强的 暂时之前的 跌浪低位 是 26.1 26.1 最高 暂时见到 27.3.5 收市 25.4 只站不到26.1 继续努力 这一浪 低1 对外形势 仍然存在 但怎么也好 升过了 这个位 是好事的 最大的阻力 反弹上去 当然是 这个位 32.3 指标方面 RSI 刚刚升到 五周 平均线上 嗯 有一个转好 四个淡 一个好 就不像 那些 四个股票 显着向淡 它只不过是向淡 还有 就是 之前这个低位 是 19.4 就是说 之前这个跌浪低位 就19.4 没有穿 因为 刚刚说 最低也是 见过 20.5 小米 中线来说 五指之中 是相对的最好的 但是 由于 仍然是向淡 所以 值不值得中线时候 就不是看这 时机 就不是 起码 多一个转好 指标 转好 重点 就是看 中线盘磅 它排得高不高 那 今日 投资影音分析 明天 所有的 Bentinum 或Diamond 会员 就上课了 明天 开一个新课题 就是 运用期货 期权 对冲现货 风险的要缺 不用听到期货 期权 很害怕 很深 这一堂 我会讲一些 很基本的理论 如何 我买了一些货 例如 市场上升了很多 你又怕跌回来 有些人说 有跌 你就忍一忍 忍一忍 以后就升过 你觉得它升过 或以后不升过 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 预计的跌 多不多 跌得多 有一种对重方法 第二种方法 跌得不太多 但又不想虚底 也是另外一种方法 我会教你 明天先讲第一个 就是 当然 股票 怕它跌 就先升了 低位再买 假设 一定跌 所以 就是所谓 俗称的 市场俗称的 高估低 骂 说得很好听 骂错了 骂错了 就够不回 明天会教你 一个 专业的方法 利用期货 期权 去做对冲 谢谢各位收看